首先的话呢,第五题 这个叫做阵列行列转换 所谓行列转换就是你输入本来是横向的 最后要把它改成纵向的 只是这样子的原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今天输入一个m乘以n的阵列 然后经过转换之后变成n乘以m 就是做转换 那你要怎么用什么方式做转换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 其实什么方式呢 只是做位置转换 那方法很多 至于什么方法才会是最好的 我想你可以思考看看 那执行程式之后 第一个要显示什么呢 请输入阵列的列数 列的话就横向的 让使用者去输入这个列数 再来的话呢 让这个使用者 使用这个每一列几个 并且特别注意让他输入的时候呢 一定要如果你自己在练习 你一定要用半形空白区隔 半形空白区隔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 自动按Enter呢 就把它做转换的动作 那实际上看到的结果 就像底下这边的一个画面 所示 请输入一个列 比如说我输入3 那每一列 阵列要几个数字 这边输入3 就3乘3的阵列 那请输入第0列 因为这边他没有做转换 所以你不要叫做鸡婆 自己把它改成什么1 那你就被扣分了 你就第0列就第0列 第1第2列 分别输入1 比如说1空白 2空白 3空白 4空白 5空白 那以此类推 输入之后本来是1 2 3 4 5 6 7 8 9 转换之后变成1 2 3变重的 4 5列也变重的 7 8 9变重 那结果就是类似像这样 把结果输出 也就是说呢 我只是把资料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当然我要必须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些1 2 3 中间怎么样做什么动作呢 切割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不切割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把它们单独 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这边呢 必须要学会 自串的切割 自串要怎么切 那切的判断依据就是空白 也就是我只要找到空白 我就去切 切开来之后呢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阵列里面 因为实际上 我前面有讲过 自串呢 实际上是自圆的模拟 也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 自圆的阵列 那我就把它切 那切个方式 我这边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程式撰写的方式 第一个呢 我先把这个 先demo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什么呢 地底 那记得呢 因为是print line Next line就是一行 所以它会跳到下面 3 Enter 输入的话也要到下一行 3 那输入 1 控格2 控格3 Enter 这边是第0列 4 控5 控6 再来一样 7 控格8 控格9 Enter 有没有 处理后的自串 把它输出 变成直的 那首先呢 程式要怎么撰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前面部分的当然一样 首先呢 输入这个部分 我想比较 没有问题吧 就是说请输入列号 然后呢 再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方式 就是 这边也 因为它输入的是 一个所谓的数字 那我们就用 Next in的方式 把它读进来 读到 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列的部分 读进来之后 再来就读什么呢 读栏 那这个应该要把它改一下 应该要请输入什么呢 这边应该改一下 每一列 每一列 每一阵列里要 几个数字 这个可能等一下改 改的跟这个题目要求一样 好了 以后的话呢 再来呢 我们就 在这边先建立一个什么 String 然后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 一维的阵列 当然也可以用 二维阵列 如果你用一维阵列呢 你要产生两个阵列 比如说A跟B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产生一个什么呢 二维阵列 我们这边 我们用二维阵列的方式 二维阵列产生的方式就是 你用一个什么 String的一个 这个二维阵列 那阵列的长度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 比如说它输入的话呢 第一个是列 第二个是蓝 输入之后的话呢 就产生一个二维阵列 然后呢 做一个 这个Line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 这个Next Line 这地方特别注意啊 等一下我会用Debug More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读进来的时候呢 会多什么呢 我前面好像有提过 斜线R 跟斜线N 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两个东西 读掉的话呢 就会产生错误 特别注意啊 前面好像有提到 就是说 你如果用一行的方式 读进来的话 那它就会多什么呢 多一个R跟N 那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把它过滤掉 你的程式就会产生Bug 接下来的话 我要读资料 那我要怎么读资料呢 直接用什么呢 用这个Fold回圈 把它通通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呢 就是我就直接 输出请输入什么呢 这个地方输入什么呢 请输入第零列 有没有 第一次嘛 第零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 记得用Scanner的 这个Next Line 一行读进来 那一行读进来 假设说呢 我第一次是输入 1控格2 控格3 那进来之后呢 实际上它就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正列 那我就把它正列 怎么样做切割呢 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正列里面 这个正列有个方法 叫什么呢 Sprint 这Sprint呢 后面我只要给它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就是空白 我只要空白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把它切割之后呢 切完的结果 会丢给前面这个正列 那这个正列呢 我就再宣告一个正列 叫什么呢 String AR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列变数 传给它之后呢 那我接下来 就在做什么呢 切割自串 因为我已经给它了嘛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 1 2 就是它就会把空白滤掉 滤掉就切掉 再来的话就切割 它现在切割的方式 我就直接到这个回圈 0到Row 那加加 也就是我这个地方 刚刚的这个正列 我就直接呢 先传给S 然后呢 再传给什么呢 传给这个 这个 我刚刚不是有宣告一个 二维的正列 二维的正列 那就把这个结果呢 把它传到 这个二维正列里面去 那最后把结果输出 这个地方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用那个debug mode来看好了 这边有个debug 我直接呢 把这边做一个中断点好了 这边做一个中断点 好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 3 Enter 3 Enter 好到这边 我就停在指定的这个地方 好停进 那停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跑一个回圈 那这边 好输 这个地方会跳出什么 第0列 第0列我就输入 123 好进去之后 有没有 Enter 接下来呢 它就会 读进去了 对不对 那读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123没错 可是呢 我们再往下看 把它展开来 123 有没有 你会发现呢 会多这两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过滤掉 过滤掉 那 切 切 这个地方怎么切 我把它切 好 Sprint 好 这地方array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切完之后呢 它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边array 有没有 因为我是把空白的地方去掉 所以我就直接得到什么 123了 有没有 那123 这个阵列里面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这地方我再进到这个阵列里面 那分别把我要的部分 把它丢过去 因为现在 回圈的话呢 I的回圈 现在 在 I现在零嘛 所以这边现在是零 零 那分别就把零零 第一个值给它 有没有 那第一个值呢 就是一嘛 对不对 那再来 23 好 那就分别放在这个二维回圈里面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二维回圈里面呢 现在有三个 其他都是怒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二维回圈里面 二维回圈里面呢 它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把它检视 视察给各位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 是这个 有没有 第一个 第一个阵列里面有123 后面怒我怒我怒我 有没有 所以呢 后面一样的方式呢 我们再继续跑回圈 然后会跳到 for i 有没有 现在i4等于1的嘛 那继续跑 继续得到 那这个地方我就直接 输入456 enter 那也是一样嘛 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呢 那现在就直接把值呢 丢给 第二个 456 456之后的话呢 有没有要停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就给它了嘛 有没有 所以二维阵列里面就得到 我们要 那再来的话 再输入 789 789 enter enter之后再得到 因为我用Sprint 所以789 割开来之后的话 再分别给那个二维阵列 i3里面 好 那我们把油标停在这里 有没有 第一个123嘛 就是010203 那这个地方 456就是 11 12 13 一类推 那最后的话呢 就最后结果就把它输出 处理后的字串呢 这个地方就把它输出 输出 那看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吧 处理完 这个地方处理的地方 特别注意 我要怎么输出 才会刚刚好 特别注意 我就用什么呢 反序 也就是说呢 J 所以我原来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是I跟J的关系 我只要把它颠倒过来就可以了 也就输出的时候 因为我是二维阵列 所以把J跟I颠倒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输出结果的方式 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地方 把这个回圈把它颠倒过来就可以 那它的长度你可以用 它本身的legs就是它的长度就可以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